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只不过更高兴的就是 四泰梁安琪给予小两口的最新奖励了 根据知情人的说法 奖励主要包含了以下两方面 首先就是教育基金 据悉按照赌王家的规矩 不论生下的是男婴还是女婴都会得到一个亿的教育基金 虽然名义上是教育基金 说白了就是个夫妻二人的奖励 其次就是价值一个亿的豪宅 西梦瑶一个曾经风光无限的超模 但是她最为广为人知的事情却是在唯灭秀上面摔倒的照片 并且这个事情也一度成为网友们茶余饭后的谈思 但是不可否认 西梦瑶作为模特来说 她的实习还是可以的 何佑君 赌王的述出儿子 在国外知名大学读书毕业 很多人认识她应该是从最强大脑开始的 但是她只录制了没几期之后就退出了 当时她发了一个视频 说自己在浴室滑倒受伤 没办法继续参加节目了 这个退出的视频也引发了很大的争议 因为有不少网友觉得何佑君只是想来混个脸熟 然后再体面地离开 可以说这两个人都是饱受争议的人物 而且这种争议自始至终伴随着两个人从未消失 何佑君给了西梦瑶一个盛大的求婚仪式 但是却被网友嘲笑吐 包括两个人的婚姻一直以来也备受质疑 或许是参加综艺太多 平时疏于训练 2017年的维密秀在上海举行 西梦瑶的家人也来到台下 默默地给女儿加油 不料穿着梦幻天使服装的西梦瑶 竟然在得意忘形之下 趴击就摔倒在了台上 西梦瑶试图站起来 但因为鞋跟太高 多次尝试未果 还是后面的模特小姐姐扶了她一把 才勉强继续前进 因为这一摔 西梦瑶被违密除名了 刘文无意间胜利了 人生就是这么奇妙 就是这么滑稽 随后西梦瑶发布了一条很励志的微博 博得了大半个娱乐圈人的心疼 此时唱歌男友奥普瑞已经不见踪影 取而代之的是窦霄的身影 不过这两位的恋情也没有持续很久 窦霄便遇到了何超连 西梦瑶也遇到了何佑君 今天一摔之后 西梦瑶在模特圈混不下去了 只能开始混综艺圈 而芒果台恰恰喜欢这种有噱头的艺人 再加之有谢娜的支持 两者开始了频繁的合作 2018年西梦瑶参加恋爱节目《爱的时差》 被匹配到了赌王的儿子何佑君 时至今日依旧有很多人不明白 为何赌王的儿子会娶一个艺人 其实何佑君这样的身份 在富豪圈根本不受喜欢 既没有正皇的身份 也没有继承财产的权利 根本不是好女婿的人选 也只能来综艺圈找一找 此时的何佑君 刚刚参加完一战到底和最强大脑 在母亲梁安琪的安排下 修了一波智商 起初梁安琪是准备让儿子和姚安娜配对 奈何对方看不上她 她也只能另寻出路 就这样西木窑和何佑君相聚在了爱的时差中 第一次看到比自己小六岁的何佑君 西木窑直接笑场 对何佑君说 赶紧让你姐姐把你领回去 原来西木窑和何超颖早就认识 也曾经见过何佑君 心里一直把她当小弟弟看待 压根没想过会谈恋爱 不料何佑君表示 之所以来这个节目就是为了你 就是想追你 何佑君直接打了西木窑一个猝不及防 西木窑频繁的say no 再次激起了阔哨的征服欲 西木窑压根抵挡不住 作为秦圣赌王的儿子 背后还有军事妈咪梁安琪 何佑君的招数一个接一个 一会儿带她参观自己的家 一会儿给她制造小惊喜 一会儿甜言蜜语不理嘴 还拉出姐姐和超颖帮忙 演了一出相亲相爱的戏码 在唐一炮弹和家人的助攻下 没几天何佑君就拿下了西木窑 2019年5月 何佑君在军事妈咪的帮助下 在自己的商场和西木窑求婚 成为当年的顶级土味求婚 No.1 粉色的现场布置 粉色的连衣裙 粉色的城堡屋 何佑君用廉价的装饰 制造了西木窑眼里最直男的浪漫 在求婚现场 何佑君甚至不知道 求婚戒指要戴在哪个手指 现场大呼妈咪和梁安琪求助 尴尬都溢出了屏幕 就这样子 西木窑升级成了豪门儿媳 何佑君和西木窑求婚时 外界就曾爆料说 西木窑怀孕了 一个孙子争财产 所以咯 确实那段时间 赌王的身体堪忧 一直在ICU续命 据说还打了天价的续命针 但是赌王活了上百岁 却始终没有一个孙子 准备人生的遗憾 于是为老爷子拼一个孙子 也成了赌王儿女们的头等大事 特别是四方一直上窜下跳 先是何超营嫁给东北小伙 随后生下一个女儿 接着是何佑君求婚西木窑 最后生下了一个孙子 四方终于有了夺财产的筹码 而西木窑从平凡女孩成为豪门儿媳 完成了人生的进阶 也被网友戏称为西贵妃 她的婆婆和家四太太梁安琪 很快就公开给西木窑下生育令 至少要生三男三女 并强调越多越好 记者打去说 那生一个足球队了 四太严肃地回答 怎么只一对 也可以没问题 摆明了 要让模特媳妇便生育机器 果然领证不到半年 西木窑就生下了大儿子 2019年10月西木窑生下了儿子 何广深 何又均马上发布了一篇 长孙论的博文 引发了网友的嘲笑 西木窑也获封长孙之母 虽然成了长孙之母 对四方来说生子有功 但是豪门儿子真那么好当吗 自从西木窑生下孩子后 工作锐减 不但失去了超母的地位 在家里的地位也堪忧 按说作为长孙之母 生完孩子后 在家坐享亲福就行了 比如郭晶晶嫁给霍启刚 生完孩子 只要在家族企业露个脸 专心相夫轿子 出席豪门派对就行了 比如郭碧婷嫁给向左 生完孩子后 只需要安心带孩子 顺带备孕二胎就好了 哪里还需要出来拼杀呢 但反观西木窑 生完后都没有好好休息 一直在营业的路上行走 就连现在华乐二胎 依旧是奔忙不停 看着好辛苦 其实详详也知道 西木窑的日子并不好过 四太梁安琪 从一介五女 进阶为赌王四太 专宠多年备受赌王培养 是一个极其精明的生意人 怎么可能让西木窑 耗了羊毛呢 西木窑生完孩子后 四太说赠给西木窑 一栋五亿豪宅 但豪宅的名字 却写的是和尤军的名字 就连西木窑的工作室 也被四太解散 账号已经很久没有更新 难道是为了省钱才解散 更有意思的是 西木窑不但无法享受 豪门儿媳的福 还得带着小丈夫 出来营业赚钱 真是一个励志的长孙之母啊 怀之韵还营业的西木窑 引发了很多网友的同情 但反向思考一下 也能理解他的行为 西木窑嫁给何又军之后 立刻就怀孕生子 并且一举得难 很多网友带着一些讽刺的表示说 西木窑的肚子真争气 这个小男孩是赌王的长孙 在人生弥留之际有了长孙 对于赌王来说 他的喜悦可想而至 于是这位冒蝶之年的老人 金口一张 就把自己名字的最后一个字 送给了自己的长孙 由此也能看得出来 赌王对这个小男孩有多么喜爱 在2019年生完这个男孩之后 或者说 自从和何又军结婚之后 西木窑几乎就不工作了 而是安心在家做一个全职太太 在生完第一个小孩之后 她也很少露面 只是偶尔会零星的参加一点活动 毕竟如今的她 再也不需要模特或者明星 这份职业来维持 就可以拥有风光的生活 也是因为这个原因 网友们喜欢戏称西木窑 是西贵妃 投胎之后 何又军曾向四太求情 想至少隔三年再生 结果四太找了个理由 说这样生肖不对 会对兄弟姐妹感情不好 家庭不好 无情地拒绝了小夫妻的请求 她在节目中卖惨 痛哭生孩子患上产后抑郁 但又遭到全网嘲笑 一个长孙并不是结束 在今年五月份 西木窑再次公开宣布 自己又一次怀有身孕 如今也顺利生下了第二个小孩 是个女孩子 西木窑三年爆俩这个速度 也让网友们忍不住感叹说 有这一双儿女就可以保她一生富贵荣华了 纵观西木窑和何又军的婚姻 总是会有两种极端不同的声音出现 有人觉得两个人的结合是各取所需 因为当时的何又军 急切需要一个长孙来切割家产 而西木窑作为一个名声扫地的模特 希望能够嫁入豪门 一辈子衣食无忧 于是两个人就一拍即合 带着各自的目的进入婚姻 但是也有人表示无论是从两个人的日常微博也好 还是综艺节目的表现也好 或者是一些狗仔偷拍也好 都能感受到何又军和西木窑是一对神仙眷侣 何又军也是真的喜欢西木窑 并且十分地照顾她和爱护她 这是一段美好的婚姻爱情 不过无论婚姻还是爱情 都是如人饮水冷暖自知 其他所有人都只是看客而已 不去过分评论和解读 只是安静旁观就好 不过分评论和解读